我是我确实这个5月31号赎回了我的恒大财富 原因是因为我家里有急事 我老妈都住院了 大家别考虑他说完吗 大家听我说完哈 5月31号我们还没有遭遇到任何的遗情 所有的经营各方面一片大好 非常好 哈喽大家好 是小屋幻想东拓帮 刚刚视频里看到的这位是恒大财富的总经理杜亮 2021年9月恒大财富爆雷 9月8日起停止兑付所有已经销售的理财产品 后来恒大财富的内部员工爆料 公司负责人杜亮和其父亲 在5月底就已经提前兑付了近1000万人民币 9月12日晚上 杜亮被数百名投资者围堵在恒大集团位于深圳的总部 众人情绪激动要求杜亮给个说法 9月13日恒大给投资者们提供了三种补偿方案 分别是现金分期兑付 实务资产兑付 和抵扣购房尾款兑付 投资者可以从三种方案中任选一种或者是任选几种进行组合 然而在恒大楼盘全面停工 供应商讨债无门的情况下 这三种兑付方式无异于空头支票 这家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 在2021年9月1日 刚刚举行了保交楼军令状签署大会 全体员工在董事长许家印的带领下信誓旦旦的说道 会以最大的决心 最大的力度 保质保料完成楼盘的交付 9月10日 许家印在恒大财富专题会议上表示 许多员工和业主都拿着辛苦钱 血汗钱和养老钱买了恒大财富的产品 我代表集团承诺一定会全部兑付一分都不少 许家印还煽情的说道 我可以一无所有 但恒大财富的投资者不能一无所有 如今看来 许家印可能是把话给说反了 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关于楼市的死亡预言就会甚嚣尘上 从2021年初起便开始有人说 恒大、和生、富丽、碧桂园、雅居乐 这五家被称为地产界华南五虎的公司 至少有一家会倒掉 不幸的是 这一次预言成真了 据不完全统计 恒大在全国各地有超过778个未竣工项目 约70万户房产未交付 覆盖面积超过200个城市 有人将恒大的楼盘比作成年人的盲盒 一个掏空6个钱包买到的未知数 运气好的开出来几年维权 运气不好的剩下一个烂尾的半成品 但是烂尾楼绝对不是恒大的专属 打开中国裁判文书网 输入关键字烂尾楼 我们能得到13,699份相关文书 其中民事案件10,580份 假设每份文书所涉及的烂尾楼只有一栋 每栋以10层40户计算 那么这1万多份民事诉讼案件背后 可能就是40万身陷烂尾楼纠纷的家庭 就算一家只有三口人 那这40万个家庭也有120万人了 更何况开发商要烂尾不可能指烂移动 即使指烂移动也一定是二三十层的高层 所以保守估计全国至少有数百万人 深受烂尾楼的困扰 这些烂尾楼的业主究竟经历了什么 烂尾楼又为何会遍地开花呢 今天咱们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亮亮和丽君是一对生活在郑州的小夫妻 2021年底 他们在郑州融创城买下了一套98平方米的漆房 2022年7月全网被他们的故事刷屏了 2021年11月6日 亮亮丽君夫妇的抖音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 是公布了他们买房的喜讯 亮亮说道 从此万家灯火终有一盏为我而亮 房产证只写你的名字 是一个男人给女人最大的安全感 两个月前 他们刚刚举办了婚礼 结束了五年的异地恋 此时距离交房还有三年的时间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距离楼盘停工只剩下八个月了 亮亮和丽君都是90后 2013年相识于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 大专毕业之后 他们被分到了不同的城市读本科 后来两人都从事财务工作 几年的奋斗之后 亮亮的工资涨到了6000多 丽君也有4000多 丽君出生于农村 家里有四个孩子 他排行老二 父母重男轻女的厉害 直到生到第四个才是儿子 从小丽君就不受待见 一生下来就被扔到了老家 在各位亲戚家中寄养 七岁时因为要上学了需要户口 丽君被姨妈和姨父接走了 从此改口喊姨妈为妈妈 姨父为爸爸 这样的童年 让丽君一直渴望有一个安稳的家 后来他遇到了亮亮 亮亮也是农村出身 家里条件不好 但他自己很争气 本科没毕业就拿到了会计从业资格证 毕业之后白天工作晚上打零工 开过滴滴送过外卖 为的就是能够尽快攒下首付 给丽君一个家 他想让丽君知道 这个家再也不会有人碾你走 融创的那套七房 总价140多万 贷款102万 首付40多万 其中有30多万都是亮亮和丽君 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剩下的10万元左右 是亮亮的父母在结婚时 对他们的支持 以及彩礼收到的钱 这套房子饱含了夫妻俩 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买房的时候 亮亮和丽君的工资 加起来一万出头 按照亮亮的规划 房贷每个月6300元 他们现在的房租是1500元 车险200元 伙食生活费一共1000元 这样算下来他们每个月 还能攒下2000块钱 然而2021年12月 就在他们买房之后的一个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一向乐观的丽君 哭成了泪人 因为经济不景气 丽君所在的公司全员降薪 他的公司从4000多块钱 一下变成了2000多 得知降薪的消息 丽君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不能和亮亮一起还房贷了 这该怎么办呢 下班回家的路上 丽君本来是想买一块肉的 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工资 结果颠了一块豆腐回家 即使经济上不宽裕 亮亮和丽君依然热爱生活 一起节俭地过着他们的小日子 人只要有盼头 就不怕贫穷 网友们都说 丽君有一双灵动爱笑的眼睛 很像仙剑奇侠传里的阿奴 2022年2月 丽君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夫妻俩高兴坏了 丽君笑着说 等孩子出生之后 自己要摆摊赚钱补贴家用 说话的时候 眼睛里闪烁着充满希望的光 三个月之后 2022年5月 荣创在官网上发布公告 生成今年4月 有4笔优先票据利息逾期未付 当月应付利息总计超过了1亿美元 当时有分析师认为 这份公告是荣创官宣爆雷 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在讨论 荣创是否会烂尾 5月22日 亮亮和丽君来到了工地视察 还拍下了一支视频 表示既然选择了荣创 就会相信荣创 相信他一定会承担起一个企业的责任 6月29日 亮亮和丽君再次来到工地 寿楼部的职业顾问告诉他们 7天能够盖一层 也就是说一个月能盖4层 这样算的话 6个月就能封顶了 亮亮和丽君决定以后 每一个月都来看一次 再来27次 房子就交付了 此时丽君的脸上 依然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然而事实证明 这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仅10天之后 楼盘就停工了 7月11日 亮亮和丽君再次上传视频 这一次视频的标题 变成了前方的路啊 又长又远又黑 仿佛看不到尽头 视频中两个年轻人 一脸凝重 丽君的眼里再也没有了光 这支视频 很快因为不明原因 被下架了 两人疑似还遭到了威胁 一位名为一个 大体格的网友留言说 我们只是因为疫情高温 暂时停工 另外资金用途会适当公开 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 就等着我们 融创的法务部吧 亮亮说她曾经看过 张朝阳的一句话 大意识年轻人不要努力过头 太过于拼搏的话 也是有伤害的 以前她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她觉得年轻人多吃点苦没什么 但现在她有点明白 张朝阳的意思了 太过努力 就会感受到社会的不公 到最后 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得到 还会抑郁 工地停工之后 亮亮和丽君并没有吵架 也没有互相埋怨 丽君说生活已经够难了 哪里还能再吵架呢 如今她们的女儿已经满月了 11月20日 她们再次来到工地时 发现还是有一些复工的迹象的 能够听到悄悄打打的声音 从9月份到11月份 大概盖了三层 她们说只要施工有进展 就是有复工的希望的 就在亮亮和丽君的故事 全网刷屏之后没多久 一直买房11年 烂尾8年 300名业主搬入烂尾楼自救的 即时视频把新安印和坊送上了热搜 印和坊位于新安市坝桥区柳英路 本来是湘王村城改项目 由新安四格置业有限公司成建 项目包括安置房和商品房两大块 其中安置房已经于2013年交付 商品房共13栋 1287户 6栋为高层 其余为多层 2011年印和坊开售 每平方米4600元的均价 比周围的楼盘便宜了好几百块钱 吸引了不少的刚需足 印和坊本来应该在2015年中旬交房的 然而项目在2014年毫无征兆的停工了 从外面看 你可能根本不会觉得这是一片烂尾楼 墙体整洁玻璃窗户门都装好了 和周边其他小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主要缺的就是水电气暖以及绿化和管道 有人说这是封顶即烂尾的魔咒 因为根据相关规定 购房者的首付款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重点监管资金 楼盘封顶之后 监管账户里的资金比例可以大幅度下调 钱能被转到开发商的账上 所以不少楼盘开售之后 开发商隔三差五就会连夜开会 讨论如何加快施工进度 尽快封顶 这就是高周软率的真正含义 至于封顶之后的细活 一不小心就成了搁置开发的序幕 2018年西安市坝桥区人民法院 受理了四德置业破产重整一案 2019年4月28日 一和坊项目在坝桥区政府的介入下 高调举行了复工仪式 但仪式仅仅只是个仪式而已 几年过去了小区的道路依然泥泞 楼洞的外观还是最原始的水泥色 水电气暖一向都没有通 2022年3月 300名一和坊业主在疫情影响收入 不堪房贷重压等因素的促使之下 无奈搬进了家徒四壁 没电没水没厕所的烂尾楼 他们有老有小 面混凝土而居 半钢筋水泥为林 7月凤凰网录制了一支视频 记录了他们在烂尾楼中的艰难自救生活 顿时引起了全网的热议 67岁的李珠娥 每天出入需要趴13层的楼梯 而媳妇鲁红梅因为收入骤减 也决定近期退掉出租屋 全家搬到烂尾楼和婆婆一起居住 10年前购房的李柯 本来是要把这套房子作为婚房的 可如今孩子都已经6岁了 房子还没有交付 每一天晚上 小朋友只能在微弱的手机灯光下写作业 李柯说孩子是我们的软肋 我们只是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我们也是拿自己钱买的房 我们有什么错呀 在舆论重压之下 停工了8年的义和房项目 再次受到政府的关注 2022年11月18日 1200多位义和房的业主 接到了一个杯洗交价的消息 洗的是他们的房子终于可以交付了 杯的是想要收房 还需要签署一份补充协议 其中第一条就是 以方同意按照房屋的现状接收房屋 什么是现状呢 现状就是天然气还没有入户安装 电表也没有装上 电是临时用电 暖气要到明年才能接通 保证房屋质量的三书一表一正都不齐全 最让人气愤的是 想要办理房产证 就需要补交续建费 暂定每平方米1800元 平均下来每一户业主要交20万元左右 具体数字还要待债权人同意之后 由法院对外宣布 没有房产证就意味着外来人口无法落户 子女也没有办法上学 可是20万又不是20块钱 哪是说哪就能拿出来的 开发商破产 业主来买单 真是离离远上谱 离天下之大谱 根据2022年11月16日 西安坝桥区人民法院通过的 四得置业的重整计划草案 不选择收房的业主还可以接受货币清偿 但是清偿的价格是要按照10年前西安的房价来计算的 还需要扣除银行主张的相关费用 想要用这笔钱现在再在西安买一套房子 那简直就是成人说梦 不过说实话 西安义和坊的业主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至少他们补交续建费之后还能够拿到房 但是大部分烂尾楼的业主是既拿不到钱也看不到房 位于广州市黄浦区金坑村的澳洲山庄 是广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烂尾楼 开发商是澳美公司 老板名叫胡耀志 祖基潮善 70年代胡耀志移民澳洲 在那里成立了胡适远东纺织有限公司 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西德电脑制衣机 一下子就成为了澳洲纺织业的龙头企业 90年代初在澳洲混得风生水起的胡耀志 看到了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潜力 1992年胡耀志几乎压上了自己所有的身家 注资9200万人民币 在广州成立了澳美公司 并且以每亩6万多的价格 拿下了后来建成澳洲山庄的1000亩土地 澳洲山庄地理位置偏僻 但屁临金坑水库和金坑森林公园 一山傍水绿树成荫 胡耀志想把澳洲的田园生活复刻到广州来 即使放到现在 澳洲山庄也是不折不扣的超级大盘 没有一定实力的开发商是很难驾驭的 胡耀志一入行就操刀大盘 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他本人却信心满满 1996年澳洲山庄打出了 20年免息分期付款首付3.8万元 月供480元的诱人广告 相当于澳美公司承担了银行的角色 业主每个月向澳美公司支付月供 独特的销售方式 再加上宜居的环境 购房者蜂拥而至 截止到1998年 澳洲山庄一共售出了2834户 200栋楼 即使位置偏僻 交通不便 销售业绩在广州仍然一致独秀 但这却是胡耀志与澳洲山庄最后的荣光了 1999年由于澳美公司资金链断裂 整个项目开发中断 至今为止已经售出的2000多套房子中 仅仅有60多套完成了交付 长期居住于此的业主不到30户 澳洲山庄的体量非常的庞大 整个劳盘分为了ABCDEA和别墅区六个区域 按照原本的规划 这里将是一个集居住休闲娱乐度假 与一体的高端住宅区 配偶狩猎场、娱乐中心、野营培训中心、水上度假村、贵族学校等等 按照常规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大型项目一般会分多期开发 把前一期回笼的资金投入到下一期的建设当中 以此类推 但是胡耀志竟然六个区域同时动工 用业主们的月供作为建设款 胡耀志后来在接受广州日报的采访时曾经提到 如果当时能够骑好一个小区卖一个小区再盖另一个小区 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这种困境 胡耀志对外宣称 澳洲山庄烂尾的最主要原因是1998年 公司的财务总监何氏兄弟卷走了上亿公馆潜逃 这才导致了公司的资金链断裂 后来胡耀志恳请业主向银行办理按揭 提前支付楼款 但承诺澳美公司会承担货款的利息部分 相当于业主还是免息的 大部分业主同意了 然而2000年之后 澳美公司再无力为业主们支付贷款利息 1000多户业主被银行告上了法庭 业主不但没有拿到房子 还背上了债务 悲愤之中有一名业主跳楼自尽了 胡耀志也被列为了失信执行人 2004年胡耀志的潮善老乡吴凯明说 他能够帮忙把澳洲山庄项目给盘活 胡耀志出地 他负责拉拢资金 就这样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胡耀志把澳洲山庄里的若干地块 陆续转让给了吴凯明 名下的广州方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然而此后 这两家公司陷入了无休止的利益争夺 如今澳洲山庄的近1000亩土地中 有711亩划归他人名下 另外的288亩因欠债处于被冻结状态 不过令人稍感欣慰的一点是 胡耀志他并没有跑路 而是和其他30名业主一样 搬进了澳洲山庄烂尾楼 他说自己有生之年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房子重新建起来 20多年过去了 胡耀志和同住在烂尾楼的业主们 从冤家变成了朋友 他的电话号码从来都没有换过 这些年也不断有人给他打电话 追着他要房子或者是赔款 选择居住在澳洲山庄烂尾楼里的 大部分都是失去了收入和工作能力的老年人 他们微薄的退休亲 没有办法支撑得起外面高额的房租 只能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置在了烂尾楼里 今年89岁的马敏庄婆婆 曾经是晋南大学的一位老师 搬来澳洲山庄已经24年了 刚刚退休的时候 她还折腾得起 打了一阵的官司 但两年的奔波下来是毫无进展 维权小队也逐渐解散了 当初购买这套房子时 马婆婆憧憬的是远离城市污染的田园生活 但如今污染却成为了她最大的困扰 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常常有一股铁锈味 或者是漂白粉的味道 生活垃圾无人清运 闻营区蟑螂老鼠滋生 山庄的绿林之间 时不时会飘来一股刺鼻的烟味 那是某位住户在就地焚烧生活垃圾 小区里的路面砸草丛生 有的地方已经有一米多高了 常常有蛇出没 出门的时候需要自带拐杖 先在草丛里面挥舞几下 这叫打草惊蛇 马婆婆说维权已经超过22年了 她可能是等不到楼盘重建的那一天了 今年76岁的刘永广 在1999年10月 带着母亲住进了澳洲山庄 如今母亲已经去世了 只生下了刘永广孤零零的一个人 澳洲山庄每一年的业主聚会上 第一个环节就是集体默哀 悼念那些在过去一年里 离开人世的准邻居们 从壮年到老年 从黑发到白发 澳洲山庄业主们的平均年龄 已经超过了60岁 不少业主们的照片 都已经被挂到了墙上 这群帽蝶老人 有的就在烂尾楼里 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直到闭眼的那一天 还在期盼着项目的重建 马婆婆 刘大伯 亮亮和丽君 还有李竹娥 鲁红梅和李柯 他们都只是无数烂尾楼 受害者中的一员罢了 郑州永威新桥西塘 被称作是全国学历最高的烂尾楼 这里共规划了2515套住房 2020年8月开盘以来 共售出了1700套 2021年年底陷入停工状态 业主们自发进行的统计调查显示 参与统计的1172户业主当中 本人和家庭成员中 拥有本科级以上学历的 共1983人 其中硕士481人 博士189人 这些人当中共有246名 享受到了郑州市人才补贴 占到统计人数的20.99% 这群高学历的业主们 组成了法务小组 监督小组 媒体小组 多次跟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还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买房经历 合著成了一本七万字的书 取名人间剧本 并且把书中的真实故事拍成了短视频 但是经过了多方努力 永威西唐至今复工无二 还有昆明的别样幸福城 2012年前后开盘 售价7000元一平方米 2015年停工烂尾至今 2022年初 地产研究机构科尔瑞 发布了一份统计数据 曾经一度引发了热议 数据显示截止到2021年底 郑州 长沙 重庆 武汉四地的 问题住房数量 已经达到了两万套以上 其中郑州 长沙的楼盘烂尾率 竟然分别高达29%和25% 每一栋烂尾楼背后 都是几十上百个家庭的心酸故事 那么问题来了 烂尾楼为何会在全国各地疯狂蔓延呢 如今让大陆老百姓怨声载道的 商品房预售制度 也就是所谓的七房 最初实际上起源于中国香港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 香港房地产市场一片沉闷 人口虽然从二战后的50万 迅速膨胀到了200多万 住房严重短缺 市场需求旺盛 但是人均收入却普遍不高 再加上当时香港的物业 都是整栋楼整栋楼进行买卖的 买下一栋楼 少说也要十几甚至几十万 这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能买得起的样 1947年地产商吴多泰 提出了分层出售的概念 把楼器拆分 每一层的业主都有自己的产权 50年代地产界大亨霍英东 又在分层出售的基础上 对售卖单位进行再次细分 将原本的一层拆分为一户 或者是一个单元进行出售 以此来进一步降低购房门槛 吸引更多的购房者 这还不够 为了让资金快速回笼 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买得起房 住得上房 霍英东还开创了房屋预售的先河 就是让人们来认筹再建 或者是还未开建的房子 购房者先付一定的定金 其余的房款可以在房屋的建造过程中 分期支付 或者是等建成之后再付款 爱图好彩头的香港人 把这种购房的模式称为买楼花 此朝一出可以说是全港疯狂 各地的售楼处日日排起了长龙 地产界嘖嘖称奇各地争相效仿 1994年内地引入了商品房预售制度 颁布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从此地产界大佬们的好日子来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 国内住宅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下 预售制度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 这是好处 但这种制度也有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开发商仅需要极少的自有资金 就可以顺利实现经营运转 导致大批不良开发商进入市场空手套白狼 在今天的房产市场上 相比二手房 七房仍然是大部分老百姓的首选 二手房虽然所见即所得 风险更低 但价格往往比新房还要贵 交易的时候还需要交拿高昂的税费 银行对于二手房的放贷条件也比较苛刻 都说烂尾楼的原罪是商品房预售制度 但是我们进一步分析之后会发现 预售制度的背后是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根据2013年发布的 北京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 开发商在开始预售之前 需要先在商业银行开立专用账户 之后才能够办理预售许可证开始销售 一个预售许可证对应一个专用账户 在资金监管方面 根据2022年初浙商证券发布的 一份房地产行业调研报告 不论是购房者的首付 还是银行的按揭贷款 都是受监管的对象 30%首付中的一半 也就是15%是重点监管资金 由当地住房和建设局监管 不同城市和地区 对于重点监管资金的比例 有不同的规定 但大体都在总销售额 也就是房屋全款的15%到20%之间 首付中剩下的一小部分 会被直接打入开发商的账户 还有一部分是税金 70%的按揭款 是属于一般监管资金 由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根据工程的进度 开发商可以提取重点监管资金 和一般监管资金里的钱 重点监管资金 之所以被视为重点 那是因为只要有它在 就能够保证项目的完工 怎么样 这套监管体系 是不是听起来很完美 但别忘了 规定只是规定 实际执行起来嘛 比如说2019年 山东烟台中级人民法院 受理的这样一起案件 业主魏先生将开发商 海洋龙翔之夜 和当地工商银行 海洋之行告上了法庭 魏先生于2010年6月 购买了海洋龙翔之夜 开发的一套商业用房 售价是14万9千多 魏先生支付了 7万9千多元的手付款 并且向工商银行 申请了7万元的贷款 合同上规定的交房日期 是2010年12月31日 但项目烂尾至今 魏先生请求解除 与开发商的购房合同 以及与银行的贷款合同 并且主张开发商 与银行串通仪器 挪用监管资金 这才导致了项目的烂尾 魏先生多次到相关部门 进行上访信访维权 但均未得到答复 这一次法院的判决 也是魏先生败诉 原因是法院认为 魏先生所提供的证据 不足以证明开发商 与银行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 所以魏先生 还是得继续还贷款 翻阅中国裁判文书 网上有关烂尾楼的裁判文书 你会发现像魏先生一样 因为买到了烂尾楼 而把开发商或者是银行 告上法庭的不在少数 但是告赢的业主寥寥无几 有人说我告不赢 那我强制停贷行不行 所谓强制停贷 是指开发商不按期交房 业主虽然有能力还款 但是未经银行的同意 单方面强制停止 支付银行房贷的行为 2022年以来 强制停贷潮席协卷全国 根据凤凰网公布的 一份统计数据 截止到2022年7月 全国已经有100多个烂尾楼项目 遭到了业主们的 集体强制停贷 但是我们要知道 强制停贷是有法律风险的 因为业主告开发商 或者是银行告不赢 但是银行和开发商 告业主是一告一个准 郑州康桥纳云西楼盘 从2021年7月水灾之后 就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因为张姓业主认为交房无望 就拒绝支付首付款中的 9万违款 但该楼盘的开发商却不干了 直接把张先生给告上了法庭 不仅索要9万元的违款 还要求张先生支付 20多万的违约金和质纳金 结果开发商告赢了 法院判决张先生 共支付开发商29万2500元 周星驰指导的少林足球中 有一句话说得好 求证旁证加上主办协办 所有的单位都是我的人 你怎么和我斗 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泄气 2022年2月 从浙江嘉兴中纪人民法院 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2014年上海一位姓许的先生 在嘉兴某楼盘购买了一套别墅 支付了首付之后 向银行按揭贷款392万元 但悲催的是 2018年开发商破产楼盘烂尾 因为许先生购买的别墅 尚未达到交付的标准 于是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 书面通知了许先生 解除了他与开发商之间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 遇到这种情况 许先生很生气 但是也很无奈 烂尾已经成既定的事实 再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 房子虽然拿不着了 但是贷款还背在身上 一开始许先生还是按时还款的 但是后来一想 反正我永远拿不着房子了 我还还了什么贷款呀 许先生于是开始停贷 2020年银行把许先生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继续支付剩余的按揭贷款 一审判决银行胜诉 一审法庭的理由也简单粗暴 根据许先生与银行之间的贷款合同 借款人跟开发商之间的经济纠纷 跟银行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许先生不服上诉 二审法院嘉兴中院认为 根据最高法发布的 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的解释文件 当购房合同被解除时 购房者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 也应该被解除 开发商应该把首付和已经偿还的贷款 返还给购房者 剩余的贷款也应该由开发商支付给银行 最终2022年2月 嘉兴中院做出二审判决 驳回银行的诉求 许先生无需继续还贷 按理说 许先生已经支付的首付和已经偿还的贷款 也是可以向开发商索赔的 但是开发商都已经破产了 一堆人等着要钱 什么时候才能轮得上许先生呢 据报道 这是全国首例银行告业主 但是业主胜诉的案例 不少人说这起案件 让无数烂尾楼的受害者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不过也有法律界的人士分析 这起案件是特例 不具备普遍性 因为案子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就是开发商他已经破产了 购房者与开发商原本签订的购房合同 也已经被解除 但现实情况是 大部分烂尾楼的开发商 他们还在并没有破产 烂尾只是个别项目罢了 这就无法满足最高法 对商品房买卖纠纷试用法律的解释条款 也无法让购房者成功的甩掉贷款 其实就算是条件允许 跟开发商解除购房合同 也不一定是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购房合同解除之后 业主跟开发商的关系 就从买卖关系变成了债权债务关系 而在还款优先等级当中 买卖关系是高于债权债务关系的 本来开发商破产清算 哪怕能拿出来一点钱 都是要优先还给你的 但是现在你变成了排在倒数第二第三的债权人 被还款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了 解除购房合同吧 可能前仿两空 不解除购房合同吧 还得继续还贷款 强制停贷吧 会影响信用记录 甚至被银行起诉 那买到烂尾楼的业主究竟该怎么办呢 难道只能自认倒霉吗 说到这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都说商品房预售制度 是从香港传到大陆的 那么作为七房鼻祖的香港 为何鲜有烂尾楼呢 那是因为香港的预售金监管体系 与大陆完全不同 首先在香港 预售金的监管主体 不是银行 而是律师行 项目开售之前 开发商需要先委托律师到银行 开设预售金监管账户 大陆的预售金监管账户 虽然也是专用账户 但依然是立在开发商名下的 只要银行一时疏忽 没有盯言 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开发商是很容易挪动资金的 但是在香港 想要违规支走预售金 需要律师行做出主动的行为 把钱打给开发商 这样违规的难度 显然是更大的 因为对于律师行而言 预售金监管 只是一项常规的 单价不高的业务并不靠它吸金 但是一旦违规 代价却很高 很有可能就被吊销从业执照了 所以律师行几乎没有这样做的动机 其次在香港 如果开发商想要支取预售金 就必须要证明 这笔款项是用于施工的 还要拿到有政可人士 职称的第三方建筑师的签字 另外施工用款的支取规则 是先干活后付费 开发商必须先完成 一定比例的工程进度 再拿着证明材料 去申请相应的施工款 说到底 预售制度并不是原罪 有问题的是 预售制度背后的监管体系 其实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香港也遍地都是烂尾楼 经过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 才有了今天 浴火重生的香港房地产行业 如今在大陆蔓延的 断供潮停贷潮 也许正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改革迫在眉睫 毕竟烂尾楼里的一粒灰 落在普通人身上 都是一座山呀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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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